《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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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星期四夜晚十點幾 在元朗展開代號 黎霆訴訟的反黑社會行動 這次由警隊二哥周一鳴親自帶隊 在元朗炮掌方一帶巡查麻醉盤 警員星期五凌晨 在一間卡拉OK場所拘捕了4個人 涉嫌藏毒 近期黑社會氣嚴聲音 警隊即時高調打擊 星期二交通警在元朗西域街執行交通票檢行動 3個涉案的男人不懵被抄牌 對警員不斷叫囂 其中姑爺偉不斷爆粗鬧警員 又叫警員隻抽 反黑組已拘捕了涉案黑幫姓和的姑爺偉 和當日有份紫馬警員的眼鏡男 她是姓和的四眼窗 涉嫌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另外亦追緝兩個屯門黑仔亮和肥星 來頭車室控撞向石膊之後 車頭變形 整架車都爛到認不到原本的樣子 司機就夾在駕駛室走不掉 救援人員到場之後 只能先幫她包紮頭 跟著再由消防員駕開車頭 慢慢將她救出來 和泥頭車廂撞的法拉里就比較幸運 只是右邊車身和車頭有少許撞花 兩個乘客都沒有受傷 事發在星期五早8時 這間泥頭車沿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駛時 懷疑因為紅色法拉里咳線 導致兩車傷撞 之後泥頭車再失控 撞到右邊的欄杆和格欣瓶 有對面線的私家車被波及 幸好沒有人受傷 而泥頭車司機被救出後 頭部受傷 右邊大腿骨折 由救護車送丸治理 警方調查意外的原因 由打爆玻璃窗去到偷走背囊 只需要5秒 這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我們看看另一條車鏡片 被爆玻璃的的士本身停在巴士站後面 之後另一輛的士穿起車尾燈移車 他停下後 一個穿著黑衫黑褲 戴口罩和鴨舌帽的男司機 下車後再走近的士 幾秒後 他手拿背囊回到自己的的士 揚唱而去 過了陣 相信是背囊主人的男司機回來 見到車被爆玻璃 都不禁呆呆呆呆 袋被人偷了 車內又滿地玻璃水 他只好無奈清理 事發星期二早上 53歲姓黃的的士男司機 人有三急 於是就開車去到麗影山路對開的路邊 停車之後 再到附近的公廁小姐 誰知只是走開分多鐘 就被人爆玻璃偷贏 據了解 背囊裏面有大約2500元現金 的士群組說 疑犯是慣犯 質疑他不是真行家 十幾個受傷的乘客 坐在路邊臨時分流站等待治理 有伯伯要由救護員附住 設法在星期四晚上10點多 一架70號線承巴往香港仔方向行駛 開到隧道收費廣場等埋站時 被未除的一架小巴收制不及撞下去 巴士的車尾損位 小巴的擋風玻璃也碎了 警方接報到場 乘巴車長和一個巴士乘客受輕傷 宋遠治理 15個人受傷 部分小巴乘客頸痛 警方調查中事故起因 消息指江湖傳奇人物 人稱賭船支付的葉壽 上個星期五早早7點多 在京市柏山住所裡離世 享年79歲 據了解 葉壽有患病記錄 需要定期治療和覆診 葉壽傳名葉重壽 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她在香港開創賭船生意 也涉足澳門賭業 據了解 她人緣很好 在江湖地位超然 她早年曾經和武打明星成龍合照 成龍更在照片中留下親筆簽名和Love you 另外 葉壽也曾經和年輕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合照 葉壽退癮後仍然深受敬重 她的契仔也在2019年 在紅磡為她慶祝75歲大壽 延開過百席 現請各路明星到場 包括影星尹陽明 飾影藝人黃夏慧和歌手吳國敬等等 內地和香港的金架差距造就黃金酒師又再湧現 這部經由黃江口岸入境深圳的私家車 就被內地海關人員發現到有古怪 海關人員先在車過機檢查時發現圖像有異常 之後拆開尾輪的美直濕 就發現一包包的物體 打開來看原來全部都是觸金金條 內地海關就說查獲的金條有72塊 全部加起來約重72千克 市值大約4千萬人民幣 目前案件已經移交內地海關部門跟進 近期野豬老時常出現 又玩轉海洋公園 也有大鬧港鐵站 不過有些野豬就不自由了 有人來星期五的下午 在北角天后廟道往長康街的一條樓梯 發現一隻約一米長的野豬 他又投棄在欄杆的鐵枝中間 完全動都動不到 警方與消防員接報到場 見到野豬福報地上有一大灘鮮血 估計他傷得不輕 就連落漁護署前來處理 傷得那麼重 都不知道有沒有一線生機 為於埃及中部明亞省 距離至今至少有3500年歷史的古文明遺跡 隨著考古團隊的深入滑掘 發現數以百計的文物 穆乃伊觀木 除此之外更加發現一卷保存良好的蒙寧書 是考古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因為在過往的考古紀錄裏面 要找到完整一個章節的蒙寧書 都相當困難 更不要說要長達15公尺的書卷 專家亦都證實 卷軸的保存狀態良好 就好像剛剛畫上去一樣 馬來西亞一名22歲的女商人 坐在自己的平置名車引擎蓋上自拍拍片 引來了好心圖人提醒 說我姐妹有些常識 這架其他人的名車 你可能會刮花她 令她面露錯惡神情 事件引來了圖人注足觀望 女商人感謝圖人建議之後 就拿出車時登上平置 因為不少網民看完影片後都覺得很尷尬 網民認為做好心前也要了解清楚 也有人懷疑好心人 其實是歧視帶頭巾的女性買不起名車